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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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与你共欢喜爱愁 一念战争绕枝柔 情思三千步的你回眸 情悠悠幸福水暖袖 一抹红袖花红豆 飘摇万里停住你心头 想必你肯定是听到了很多关于我的下意事迹 没错 那些都是真的 公子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三岁 原来这不是仰慕我的威名啊 长流山的地形图我已经画好了 你尽快叫一孙三去 公子 你这次只身行动实在太冒险了 如果真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向城主交代啊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来 你看 天机派欲在此修建温泉山庄 应是有所涂抹 他们的人心狠手辣 武功高强 我不便 深入坦察 你速去让孙三军前去调查 公子 你不与我一同下山吗 我尚有一些私事 再晚起着吧 怎么样 那个小帅哥有没有意向加入我们长流山派 他志不在此 哦 对了 我已离家粤语 家里人找不到我 会着急的 那你要下山了 没事吧 没事 他做久了 退麻了 果然这人堕带了就是不行 长流风云路剩下的部分 我回去以后会继续完成的 可是追杀你的那些杀手怎么办 我回去以后自然会有人接应 他们也不会轻易找上门的 那我就放心了 倒是你 我这一走 大长老那里你怎么交代啊 没事啊 我就跟他说我们俩性格不合 合理了 那你这命定之人 哎呀 大不了我就跟他再求一个劲呢 我下山再找一个 谁也没说这命定之人 只能是一个呀 原来 我自始至终都是可以被取代的 与你是 与我父亲也是 连朋友都算不上 没事 真没事 你看你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我也麻烦你这么久了 你家里人肯定很担心你吧 你回去吧 这样 你定好了时间 我亲自送你下山 我亲自送你下山 谢真姑娘好意 好 你好吗 对 感谢观看 小公子 你先去下面等我 小公子 要说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呢 老小爷不便多嘴 但是李沛这孩子 从小就失去了娘亲 对待男女之事呢 更是一窍不通啊 若是 大长老 无论今日会以后 我都相信郑姑娘的为人 也相信长流山 不会主动介入这些混争 所以 侍郎大人 您放心了吧 没想到公子还认得老朽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您应该是长公子吧 正是在下 不过在下有意疑问 当年为何此官离开 此事说来话长啊 当初我与城主正见不合 上奏剑言 屡被驳回 一时心灰意老 便来到这长流山 投奔固有 却发现 少州的探子 在此地活动平凡 我担心他们图谋不轨 便请人 上报长流山 南路的祥瑞之事 就是为了 引起你们的注意啊 所以 是大长老的注意 当时 少州使节来访 欲在此处修建官道 城主找不到回旧的借口 幸亏大长老 暗中相助 这 天机派 近来又提及此处 怕是又有什么 歪心思啊 长老放心 待我回城以后 定会将大长老所臣之事 转告给父亲 对了 小公子 这离佩之事 就再也 没有可能了吗 洛华有意 流水无情 无法强求他 上夜 尽量 直到你似顾红我如我眼中 曾举起空战俗尽重 长难可一梦 却像你走过眼前白眼 奈何前路迢迢终须已 望姑娘花招月息多盛意 岁岁年年长安康 早日迷得有缘人 得以冲阵场留神 他 走了 你孤魂喜为仇 一年战争绕之后 青丝三千不敌一回眸 师姐 师 师姐 天极法那个女人又来了 说是已经盖了雍州的官业了 这师姐夫写的怎么跟生离死别似的 她不是下山办事去了吗 这 这不回来了呀 伪婚的别管已婚的事 我先去应付了天极派再说 好 我先去应付了 我先去应付了 你快去应付了 你不要来 你要去应付了 你这个事 我来 我来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虽然我盖了雍州的印 但你们还是可以不慎 确实如此 你这上面若是有盖的手印 或者七手签下的名字 我们长流山自然会认 但是这印章嘛 万一是有人冒用的呢 对 在这点上我确实奈何不了你 你今天若是不认 我也无法 但如此背信弃义偷奸耍滑 江湖上得知此事会如何看你 如何看长流山 师妹 此事事关长流兴衰 若真是没钱 我们可以自讨要报 我也愿出一份礼 此举并非一日一时就可以完成 但对长流山来说 也不是没有益处 或许可以商量 逐月给付 达成供应 行 我同意旅约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我估摸着 你们这个工程 起码要耗个三年五载的吧 那这八百两黄金 我也没有一下就拿出来的道理 所以我要求 按工期逐月给付 就按你所说 但如若于期 力前翻倍 一言为定 师姐 我觉得这事我还是不安心 咱要不要问问师姐夫呀 哦 他走了 师 师姐 师姐 行 我有空再跟你说 我先去温泉开发地了 啊 我听他们说 你跟他们的掌门成亲了 权衣之计 不必当真 哦 那就好 我就怕这事被成辱知道了的话 知道又怎么样 男女之间的情之所终 本就是世上至善至美之事 何惧人言 公子你该不会真的很 并无你想的那样 哦 别人的事咱管不着 但是公子的婚姻大事 不能乱来 公子你应该不会不知道 城主让你去接郡主的含义吧 我若不在 城主自会让子役去接郡主 君夫人一直想要撮合子役与郡主 我自然乐想其成 如此 岂不接大欢喜 可是二公子他已经来长流山来寻你了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是我告诉二公子的 因为当时我看到你在画本里留的暗号 我就觉得你应该有危险 所以一着急我就 不过二公子明明比我先行一步 怎么他还没过来呢 可能迷路了吧 这破地图 到底对不对啊 老神今日就算死在这儿 也不会让你们到山山苗一转一瓦 那就把你跟山山苗一起拆了吧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老者 要不要脸 哪里来的黄帆小子 去死吧 一多其少还打老人 真不要脸 又来个不长眼的 都给我上 上 这位女侠不仅招式惊妙 还与我如此契合 这难道就是晚饭 我们死的今天随你走运 咱们走 多谢两位少侠 老神的家就在这山坡上 两位少侠若是不嫌弃 可以到老神家中 洗把脸 歇歇腿再走 在下小子侠 敢问姑娘方名 长流山派 正礼配 姑娘常居此山 嗯 姑娘最近可否见一人 身量和我差不多 但比我矮一点点 长相呢 也有几分相似 但没我那么帅气 身手不太行 杀之鸡都不敢的那种 门口知乎者也的 总之 总之就是个书呆子 书呆子 姑娘可否见过此人 你说的这个人 可有什么特别之处 此人不爱甜蜜之物 他好像没有不喜欢吃甜的 嗯 他这个人 有严重的洁癖 特别讨厌 与人的肢体接触 别人不小心碰到他的手 他呀 都得洗三遍的那种 洁癖 我应该没有见过你要找的人 来喽 两位少侠 久等了 喝吧 婆婆 刚才那帮人 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啊 之前呀 我村里有人在山上 看到了神兽城隍 上报城主 城主啊 就派人在山上 建了这个山神庙 公子伯伯 公子伯伯 不跑了 那批贼人又回来了 还带着一队官兵啊 别去 公子伯伯 你快跑吧 他们说你 假造强锐 妖言祸重 要抓你 去坐牢啊 老神一人做事一人当 让他们冲着我来 哎哎哎 让我去跟他们理论 不行 就刀下见真仗 婆婆 你们先去山上避一避 我们两个会想办法 扰乱官兵的注意 你们躲到树林里面去 等到安全了 你们再出来 走吧走吧 你们小心啊 这一去 可能会很凶险 若情势凶险 姑娘不必管我 只管自己先跑 让你再跑 把他给我帮起来 别动 让我看看 这么简单的陷阱 是谁上当了呀 好大的胆子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没错 我们是土匪 打的就是你们这群贼兵 这下公孙婆婆和那些村民们 应该就安全了 可惜村子被他们毁了 我会找一个地方 把他们安置下来 我有及时代办 就不能同姑娘一起去了 一点心意 帮我转交给公孙婆婆 我会替你带到的 大侠一路小心 这个我弄脏了 等我回去洗干净了 日后回长流山再还姑娘 之前我就觉得城中有一股势力隐隐与少州勾结 你这次回去 须紧快将其揪出 顶归李大人 为人刚正不恶 公子回城后 若有事 可找他商谈 公子 你刚说那个人我打听过了 他前不久就被招着大佬了 怎么半天不回来 怎么半天不回来 这下让我逮着你了吧 干吗不随了你娘的心愿娶了郡主呢 你觉得你能抓住我 你吃点 好好好 真的好吃 哎呀 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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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事啊 你干嘛呀 你干嘛你这 什么回事这是 怎么吵起来呀 你是不是有病啊 哎 相公 别 打赢了坐牢打输了进医馆 咱们报官 让他赔钱 哪里来的我来收你 我无量银子买的茶壶 我要把你这娃娃少年 拉去监棺 走 走 走 你小子欺 算你狠 你那陪我 加油 你就轻轻 舍不停 然后你还去 这个nos 难道是理所 这人 老师 小子 可就是 老师 老师 乃 我 老师 你别怕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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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托我问您一句话 您是否还记得 当年东湖春水碧连天 你我二人泛舟湖上 醉卧花间的情形 小紫棋 我一定会抓你回去的 既然已经拿到了线索 不如明天就出去吧 小紫棋 你们能看到这封信 想必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夫君 已然落到你们手里了 不管你们要劫财还是劫色 看在我长流山掌门的面上 能不能暂且放弹一弹 回头你们拿着这封信 来长流山找我 我承诺给你们十两黄金 十两我好像拿不出来啊 八两吧 五两吧 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我愿出五两黄金赎他 如果觉得不够 可酌情在商议 心悠悠心风水暖手 你抹红手换红豆 飘摇万里顶住你心头 愿跳过你的歌 累进万种的轻舟 虽然未见你一面生秀 我又是遮到我 我们伤害我的话 你不仅不耍我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 你谁都晃了 你不肯定是这样 不肯定是这样 你别人的热情 特别人的热情 师姐 完了完了完了 出事了 有人送来这个香囊 说师姐夫在茶馆闹事 被人抓大牢里去了 什么 居然有人敢欺负我长留掌门的男人 不 朋友 这是吃了学习豹子打 师姐 你清醒一点 那可是官府大牢 那又怎么样 你师姐夫平时带我们如何 那是极好的 那不救他 救救救救 走 很难理解 师姐 我觉得这官府应该打点一下 要不然 要不然 再也没钱 师姐 这么个意思啊 加油 好 大哥 大哥 先个方便 我去见我兄弟最后一面 开门 谢谢 谢谢 我会让你 去哪里 那是 我去哪里 哪里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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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啊 别怕 我来救你了 大楼种地 闲杂人等 赶紧退去 二 二公子 这 跟我进去 走 哥 你 竟然抱着一个女人 你竟然都回去了 为何不老是去接郡主 要走 我也得拖上你一起吧 随你 是他 好 来 小子鸡还在牢里呢 好 你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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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身体还好吗 有无大碍 哦 没事 那个迷烟没什么毒性 这 这是哪儿啊 掌公子府 你在掌公子府当差 厉害啊 你肚子饿了吧 我们先吃点东西吧 你们掌公子府这待遇也太好了啊 不仅穿得好住得好 这吃的糕点都这么精致啊 你们这儿还招人吗 帮我问问呗 你看我这身武功 做个护卫应该可以吧 做个护卫可取材了 我这儿有别的工作 好 与你十分合适 说话听听 包吃包住吗 一个月有几天休暮啊 包吃包住 月仙随你干 掌公子 你吩咐的燕窝粥 一碗加糖霜 一碗未加 这就看着 江总 他刚刚叫你什么 二公子 给我送付碗筷来 我今日喝掌公子 一起用早膳 丽北 你帮我个忙 他刚才为什么叫你掌公子啊 我回头跟你说 现在没时间解释 你能否跟我再装一阵子夫妻 早上起来的着急 饭都没吃啊 哥 你这有早饭 是你 果然是你 子依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 嫂嫂 我们在长流山刚成的情 对 再过几天就要喝梨了 不过是夫妻之间闹个脾气 娘子怎么能说喝梨呢 这个粥不屑不气 娘子多喝点 求你 丽北 你不是说 不认识我哥吗 主要是你之前描述的那个人 和我认识的肖子妻 完全不是一个人 那个 你们俩 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李佩一起在山上 打 在山上打 打猎 打猎 偶遇 偶遇 打 打了一头山猪 嗯 超大一头的 山猪 山猪 差点说漏嘴 老婆婆的事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城主让你和二公子 早些进宫 共同上迎接郡主之事 知道了 李佩 你们走到街市边缘 便可看到那间铺子了 你师姐夫找的 应该就是这间了 咱俩做生意能行吗 应该行吧 这 这 这位置 会不会太偏了点 咱们那点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这间就不错了 走吧 嗯 嗯 待会儿我们俩打扫一下 楼上住人楼下开店 也方便有个照应 嗯 这几日就委屈你自己住一住 等我空了 马上过来陪你 嗯 我不觉得你有这个时间 嗯 哎 待会儿我马上派人修处一封 让大长老立马送些货进来 嗯 不然我们就能及日开张了 好 哼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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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嗯 我最近收集了好多画本 年轻 可好看了 哎 哎 师姐夫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嗯 哎 对了 师姐 今天早上三才送来喝礼了 嗯 嗯 师姐夫什么时候来啊 哎 哎 他这个人公务这么烦吗 应该是没时间来吧 嗯 嗯 新开的骨子 好啊 有客人 哦 嗯 请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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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灵芝啊 好 看看看看 可不常见哪 这纯天然隐生的 八折 八折 全部八折 这品性还挺好啊 就是就是 哎 你死得好惨啊 哎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哎 小孩 你你这是做什么呀 哎 哎 哎 孩子 你小的孩子 哎 哎 别别别别别别 哎 七折 六折 怎么走了呢 五折 这怎么这样 你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啊 又没有良心的 就是啊 你到底来这干嘛的 我阿爷被马车撞死在这儿 我得每天来祭拜 哎 太可怜了 那个 对于令尊的遭遇 我真的十分同情 但是 你看我们这是做生意的 阿爷是我家狗的名字 你完全是做生意的 嗯 ط dest 你整个句子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俩盐子 até 세 赶紧走 这个bags 就是 快点呢 这也太便宜他了 教育这种小孩没用 我教育教育他父母 这 一佩 怎么是你啊 你跑得也太快了 我这一路追的 你追的那个乞丐 我见过几次 他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一群专门碰瓷的 婚丧嫁娶 心电开张 哪都有他们 那肯定是 有人专门训练了他们 本来洗干净想还给你 看来又得下次了 九尘这么掉钱 想死是不是 老大饶命 我也不想的 最近确实没生意 还给你了 还给你了 你了 还给你了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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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打小孩 轻点轻点 打死你 打死小孩是不是 是 是 累了 你去打 你 不像你欺负的 别怕 以后没有人能欺负你们了 希望此游局能帮孩子们选到好去处 不过此事疑点颇多 不宜曝光一面打草惊蛇 看他们如此胆大 莫非 背后有人撑腰 难道 又是那些贵族豪山搞的鬼 崔氏 王氏 还是正氏 你放心 此事 我还会继续调查下去 叔姐 完了完了 出事了 我们的货草被烧了 什么 走 走 隔壁店铺走水 他们店倒是没事 把我们的货全给烧没了 就剩这些破石头了 要不要这么倒霉啊 我从小就身负漏财媒体 干什么事都比别人更倒霉点 跟我离得近的人也会跟着倒霉 要不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不然你也会倒霉的 没事 大丈夫顶天立地 有什么可怕了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么灵验 谁啊 盆掉下去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小掌面 小掌面 没事 没事 小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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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小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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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葭姑娘 啊 你是写呢 他不是跟小二公子回府找你去了吗 你们今日不是开张吗 别提了 隔壁那一把火把我们库房全烧完了 就剩下这些破石头了 干杯 话说 你跟我哥真的是一堆奇人 你天生倒霉 而我哥却是雍州城天降锦鲤 还有这种事 我哥出生那天 为了成群的喜鹊 绕梁三日 全成了锦鲤 全都跃出了水面 那天 邵州和雍州 结束了多年的阵路 地劫盟运 而且我哥呀 从小逢兄化吉 遇难成想 做什么事情都十分的顺利 还能这样 这人和人的差别也太大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回头 我们在他身上蹭点好运 定能抵消我们的眉运 干杯 干杯 再来呗 再来 人在江湖飘啊 哪有不爱刀啊 死都看死你呀 我赢了 终于赢一次了 赢了 人在江湖飘啊 哪有不爱刀啊 死都看死你呀 哥 小子欺 哥 我把郑姑娘安全地 给你送回来了 不还得谢谢你 不用 那都不必了 你把少城主职位接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歉意了 宋儿公子恢复 我求到你围困 去店里寻你 防止你跟子怡在店里吃饭 会如此好运 那谷歌一定很清晰 你下回出去的时候 跟我知会一声就行 我好派人去接你 那子怡又给你 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在过着人间白头 花开是几个小 那我蹭一下 看夕阳花中游落在地身后 初见着红手 一回不经意 却是旧 这下总会有好运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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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困了 不说价 不说价 已经有诸多证据表明了 李大人就是被冤枉的 父亲为何还执意如此 他得罪了 人老重臣 就算我勉强保他一会儿 以他的耿直 难免费 难免还会惹祸上身 可李大人是城中为数不多的清流 他这一走谁还敢站出来 反驳王侍郎之流 子夕啊 你还是年轻气盛 你要知道 全都收回来 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就只怕收着收着 就打不出去了 你说什么 宁南蛮荒之地 人济罕至仗气遍布 李大人这一去 还有机会回来吗 你先退下吧 你先退下吧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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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普通的石头 我竟然能卖出一百两的高价 师姐 你不是漏财媒体吗 怎么突然就撞大运了 好像就是从开业那天开始的 你是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吗 特别的事情 莫非真是策来的 最近店里生意还好吗 好 特别好 经过你的帮忙 那个石头这么一弄 现在可多人来找我们买了 那就好 那个 你近日公务可还顺遂 怎么了 你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最近 炸暖欢寒 可能感染了些许风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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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 曾举起空站素景中长难可一梦 却想陪你走过这人间白头 花开时记忆只想似春风吹不咒 看夕阳花钟又落在你身后 初见着红手 一回不经意却是永久 此后听君思语不离不守 愿与你共欢喜而愁 一年战争绕枝柔 情思三千不敌你回眸 情悠悠幸福谁难受 一抹红袖换红豆 飘摇万里停住你心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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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